台灣在南美洲唯一的邦交國 巴拉圭準外交部長 接受媒體採訪表示 巴拉圭準備跟大陸建立外交領事關係 但又說跟台灣關係不變 不行啊 他可能是考量中國對他有什麼利益吧 我覺得是啦 我說我不怕得罪人 我覺得他應該就是想拋棄原本台灣 然後靠向大陸 看大陸能給他什麼經濟來源 或是更好的發展 對 可是其實應該不可以這樣子 就像我們交朋友也不會這樣 我跟你好 然後那個人不好 結果那個人能給我錢我就跟他好 對啊 不行 不行 不由 巴拉圭不由 巴拉圭渣男 我們可能蔡英文沒有給的夠多 蔡英文如果給的夠多 我們就不會這樣了 給什麼 給的錢夠多的話 感覺要腳踏兩條船的感覺 就是兩邊都好像要有利益的這樣子 吃虧貨我大朋友這樣子 對 他們都是會往對自己最有利的地方 跟那個洪毒拉絲一樣這樣子 很怪啦 對不對 很怪 就是需要一直斷家嗎 八年九個斷家 好難過喔 就是一直被拋棄 很可憐 台灣可能 變邊緣人 台灣真的很好啦 但可能我們也要努力一點 好 竟然說斷九個再加一個措施啊 整數還不錯 中渣啦對不對 斷一斷 需要換執政黨嗎 就沒有朋友了這樣子 我找一些年輕人生緣啦怎麼辦 不然我們也沒有什麼作為啦 畢竟台灣這麼小 會可惜啊 對 是很可惜 因為台灣需要更多國家來支持 對 在國際上 年輕人表示喔 巴拉圭現在是想要兩邊討好 想最大利益靠攏